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 柯文哲会继续到台北市议会接受备行 以他那个贪污收谎的团队 今天当然一定会遭到炮风 你可以看到今天 所有媒体的教授都放在待机前 不分难力 连自由时报都 平常那么挺他的 都没办法再继续支持下去 为什么 这是一个说谎的团队 说谎又坚无耻 而且硬要凹到底 待机前 待机前何德何人 他只是因为帮柯文哲养了很多网金 这些网金呢 只要谁对柯文哲不礼貌 或者有语言冒犯 或者批他 他就去围剿那个人 我小长为什么常常讲 那些网友多数是垃圾 我讲的就是这一批人 待机前跟柯文哲养的走狗 有人 号称柯文 柯文就是脑残又不要脸 无此家无至 我在节目上讲过 我们非得这里 这个里长 柯文哲每次 房子就让他老丈人跟丈母娘住 年纪也很大 陳佩琪的爸妈 这里年纪大的人不少 就说做捷印大家都需要 可是楼梯真的非常多 能不能坐个垫扶梯 他只是跟柯文哲这样讲 结果捷印公司说 我们垫扶梯也想坐啊 花包五次没有花包出去啊 我们这个里的里长就说 你柯政府你平常说你都有效力 花包不出去不能叫做效力啊 只讲这样而已 只是小小的埋怨 马上就被柯文哲的爪牙 柯粉那些网友去抗议 跑去里办公室抗议之外 还把电话 把他瘫痪 把他的网路 上面全部是谩骂 你看走狗表演的都秤直啊 谁养的走狗 柯文哲代季权 代季权帮他在养啊 这些人厉不厉害 厉害 柯文哲为什么这么坦入他 又有人当狗 又怎么忠心 总要有个人给狗一些食物啊 给他些养分啊 代季权去扮演这种角色 各位 我讲这个很通心欸 现在台湾就是这样 很多大学生 对嫌疾很有兴趣 对政治有兴趣 每天半年走狗 哎呀 只要匹马航酒逼洪秀住 哇 心里就好爽啊 管他对或不对 当走狗的人很多啊 以不要脸为乐 是啊 当柯文就是不要脸的人在当 为了哎呀我躲在暗处 我可以偷偷修理水 就这样啊 所以代季权 获得柯文哲高度的支持 因为 他需要这种人 各位 我们去年的选举就是这样 柯文哲靠这个当选 前台湾 在网路被霸凌最厉害的 马航酒跟连胜文吧 这公认了吧 这些人是什么人 这些人就是代季权 他们所找的网路的人 他们有中央厨房 所以他们用的语言就很相近 小董讲什么 哇马上批 邱毅讲什么 马上批 哇 黄志全讲什么 欸马上批 哇 我有时候看 躲在阴暗的角落 算计别人 然后还沾沾自喜啊 垃圾就是垃圾啊 柯文哲是垃圾市长 白杰市长 白杰市长 无人市长 每天讲的都漂亮 王世坚批他 你执政九个月 荒腔左板 王世坚生利了吧 你荒腔左板 你觉得自己做很好啊 你是个不穿衣服的国王 你知道吗 送他一套童话 国王的新衣童话 送他一套 你觉得自己做很好 你衣服都没穿欸 連王世坚都挺不下去 他昨天 在市议会 在市议会 国民党一言背给他 民进党还 吴思瑶是他们 民进党团的总召还出来 哎呀不能这样啊 怎么样 这二十年来 哪一个市长 去做市政报告会 都会不背格 马上就好龙兵 当16年 一年两次 一年开两次会 哪一次不背背格 没有一次没有 这本来就会被背格 民进党假装讲的 哎呀怎么可以这样 背格几个小时 算什么 我不是讲说背格是 对或不对 我说那过去民进党 背个马上就跟好龙兵16年 那那算什么 就是民进党执政 或者利盈执政 别人不能背格 自己执政 有这种好处 啊如果别人执政 我会背格 而且弄得很难看 很难听 各位大家想一想看嘛 台湾社会就是这样 我为什么看不起 地表最垃圾的政党 民进党 因为台湾的民主 只有他们当选才算 什么叫民主 我当选了 你们就要服从民主 服从多数 我要是漏选了 通通不算 这就是民进党最可耻的地方 现在蔡英文觉得自己快当选了 哇不得了 每天好话说尽 好像多么理性啊 国民党真是 逗落 蔡英文 这七年来带民进党在做哪些事情 人民都忘了 小董没有忘 我是做媒体的 她为什么叫暴力小英 她们为什么去延伸那边 去围堵 为什么丢汽油弹 为什么把警察推下车 害警察陈竹响 台中的警察 陈竹响 有一眼就 几乎快瞎了 0.0几啊 这个人还是林家隆的表哥 各位大家忘了吗 这些人平常在干什么事情 平常就是暴力分子 然后下一节就说 哎呀我好像 很不得了了 好像 快当总统了 那就开始 怕人家将来也用这个方式来跟他捣蛋 来跟他捣乱 来跟他破坏 现在好像哇自己要重量了 各位我非常瞧不起 民进党有什么民主素养 没有 选输了 到街头去 要求马上九听他了 马上九你要听人民了 不要脸了 真不要脸 马上九獲得百分之五十几的选票 选赢蔡英文 输的人 跑去战绩街头 战绩立法院 太阳花 蓝道领仓的太阳花 各位看 他对街头有兴趣啊 这两天 昨天跟今天媒体的报道 哎呀陈维庭什么样 被清华大学 退鞋 退鞋了 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因为他退不退鞋 他根本也没在练嘛 他就是搞政治很有兴趣 搞政治最有兴趣是怎样呢 又可以刮个学生身份 台灣 你干学生 有这个学生的身份 你干什么都可以啊 陈维庭几岁了 那我们社会 我们法官 我们议论 哎呀学生喔 学生最单纯 学生最不要脸 单纯 单纯什么 从图鉴中的时候就知道去 去摸人家胸部耶 这种 从高中的时候就知道摸了 各位 大家有点是非吧 你可以看 这些人 平常说的跟做的 有哪一点是一样 冲进行政院 偷东西 把人家太阳饼什么都吃光 然后还振振有吃 要不然就是 到饭店去卖银 我讲的每一样都是事实喔 各位 你上网查一下 太阳芒这些蓝道女仓 他们是在干什么 他们挺蔡英文耶 然后 我刚上 要来 上节目 一个朋友 传真给我 他是台北游先生 是中华职棒的球迷 跟是 拉边狗的球迷 他竟然在桃园主场比赛 他已经进场十次了 可是拉边狗处理 衣子环 就是小董这两间商商 讲的 这三个小女生 他们因为挺红秀柱 帮他做一个联 作礼 被拉边狗 处置 处置 处置的理由是什么 说他们没有报备 拉边狗的 老板就是拉妞 各位 拉妞 拉妞老板我见过 马上九当台北市长 天天往马上九 办公室跑 因为马上九推动体育 我一个学长 前两天传给我说 董哥你不要帮他讲话 那个人 是利的利油油的 我其实不太管难力 我说我们讲是非 马上九当市长 天天扒着马上九 刘宝佑 我见过啊 我在市场是见过 马上九当市长 推通马上九 推通的不得了 见人说人话 没关系 我也不是说我们 就对他的产品什么 我说做人要有点原则吧 四年前 蔡英文选总统 闪宁 闪宁 闪宁乐团是非常挺立 胜利的嘛 闪宁用林志胜 林志胜 林志胜抽号叫大师兄嘛 双木林智慧的智 胜利的胜 大家不妨上网查一下 用他照片去帮蔡英文选举 大师兄很有名啊 结果呢 刘宝佑 他们的老板说 没关系 大家不要太政治 怎么样 不要太政治 为什么碰到挺红秀柱 就太政治 为什么 因为挺红秀柱 那些网友就上去 也不能讲网友啦 那些 网路上的走狗跟垃圾 就上去了 围剪 欸 怎么怎么怎么 我就跟你讲 那种是成批成套的 网友 要当 这种网友 第一个就是要不要脸 對不對 第二个他 就是垃圾跟走狗 就是这样啊 今天如果挺蔡英文 会这样吗 不会 这朋友他传送给我 他说他上个礼拜 拍完周历 他被网路那些人 然后球团就欺负了 他老年国的领队 刘建廷 才跟 桃園市长郑文燦到日本 考察职棒 当然不敢在此时得罪利盈 当然是啊 郑文燦是什么东西啊 郑文燦是什么东西 他当新闻局的局长 蘇貞昌当行政院长 要帮自由时报去收购 台市的股份 他请他们吃饭 有时候看这些人 我小董今天讲这么多 董克文哲讲到郑文燦 讲到拉兵狗这东西 讲到蔡英文 讲到待机前 我讲这东西 要告诉各位是什么 地营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别人通通不可以 从政治 到球队 从悠游卡 然后一路下来 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各位 那他们平常在批评别人 讲别人 别人什么都不可以 他们做的事情 你跟他比照 一样去做 你死定了 今天台湾社会 已经变这样了 有没有什么是非 各位 各位 你试会要用什么来彰显 网路 媒体 施法 全部挺立 挺着力游游啊 你要从哪里去找试会 所以 当然你听小董灰碟午餐 你知道是非在这里 你去告诉你的朋友 灰碟午餐也可以从 我们灰碟APP 从董知生粉丝团 任何时间都可以从上面去听 你只要有手机 智慧型手机 或网路 电 电脑里面去听 都可以 不一定要十二点到一点 但是不能光靠这个啊 我们的试会 要彰显 我们要选票 我们要让那些每天靠网路 在造谣 靠一堆走狗在那边呐喊的 那些人肉弦 很多人说 哎呀 网金很有力量 是 网金很有力量 我承认啊 不要脸的人 当然力量就比较大 本来就是啊 无耻的人 本来什么都敢做 我们不敢做啊 对不对 他敢无耻啊 他读建装时候就敢乱摸啊 我们不敢啊 他读到大学 读到研究所 他继续乱摸啊 摸人家的胸部 习以为常啊 是啊 他是英雄啊 我们都不敢啊 我们脸皮薄啊 我们不会无耻啊 无耻的人敢啊 他摸到了啊 怎么样 你可以看到 这些人就是这样 我们还要 赢人多久 让无耻的人 继续得逞 各位 纵容下去 让这些人继续得逞 那就是让他们赢得选举 对不对 蔡英文如果赢得选举的话 谁的力量 当然太阳花的力量 陈维庭的力量 柯文哲的力量 代季前的力量 波多也决一的力量 干脆把波多也决一 把它拿掉 放上蔡英文的照片 来卖幼尔卡不是更好吗 认同卡啊 但是 各位你看这些人 他们讲什么都振振有词 呆继前讲什么 各位 呆继前接受访问说 我当 悠有卡公司的董事长 我失常个两套也没什么嘛 各位 小董在中央银行当总裁耶 负责保管中华民国的黄金 我自己失常个两块 黄金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对不对 代季前讲了 所有幼游卡的票 通通是公家的财产 那是有 你用幼游卡就可以 去消费去买东西 上面 它是有价的 对不对 不相信 你到超商或去哪里 你幼游卡就可以 买饼干 买饮料 都可以 它可以直接当钱来使用 代季前说 我当董事长 我失常个两套 也没什么 天经地义啊 也没什么不对啊 他个人说几张 我不晓得 他失常三千张 被人家发现啊 现在承认了 各位失常三千张 幼游卡公司用三千 各播多的结议要来做公关 谁哪去 这媒体 从周天到今天 大家都在质疑啊 你拿了三千张 是要做公关 做公关给谁啊 给支持 柯文哲的垃圾吗 各位 你很少看到一个正乌 是这么无耻的 一个团体 一个利盈 一群走狗 他是这么不要脸 被你 人赃激厚 他还这么不要脸 那个金毛 女人胸部人 他要被你抓到 他是不是会讲说 没什么了不起 各位你可以看到 这批人的厚言跟无耻 已经到了匪夷手势了耶 柯文哲的 无耻跟北叉 已经到了 让人家觉得说 已经 已经变成这样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群的 无耻网友继续挺他 他们自己偷偷私藏三千套 告诉所有的人 我们这四万五千张 你们通打电话来买 可以买 结果 自己偷藏三千张 有够无耻 他靠文哲力挺 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这批网金啊 他需要有人 当他的走狗跟马前竹 帮他 帮他继续在 网路上继续抹黑 小董 邱毅 唐香龙 黄志贤 继续抹黑 洪秀柱 马英九 就这么回事啊 各位 你今天看到了 有人当走狗 当得很快乐 狗就是狗啊 在学校不好好练书 就乐于当走狗 躲在暗处啊 那柯文哲乐子不疲啊 北察政府 台北市政府看得最明显 选举前啊 南港有个瓶盖工厂 在南港路 瓶盖工厂 很多文化团体啊 所以应该前期保留 因为已经70年了 对台湾来讲 很有纪念意义嘛 瓶盖 大家喝汽水 对很多 因为南港以前是工业区啊 那边有 轮胎厂 瓶盖厂 就好几个工厂都在那里 他们说这个有文化的意义 代表过去的一个经历 嫌几钱他们找柯文哲 柯文哲说只要我当选 这地方我就保留 哇 文哲团体全力挺他 結果前几天猜了 柯文哲昨天下午 媒体就访问他 柯文哲说 啊猜就猜啦 过去 你们说要缓攻大陆 也没缓攻大陆啊 后来到议会 议员咨询他 他说啊这事情喔 也不是市长可以管的啦 我讲喔 台湾人 我前前我就告诉你 柯文哲是一个收访 诚信的政客 故意装作素人 大家不相信 他当选这九个月来 没有做什么事情 王世佳罵他九个月来 荒腔左板 前面五个月在搞五大必案 搞到最后是怎么样 什么都没有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政治喔 非常不堪的人 在这里 网路大家力挺 然后说 柯文哲 哎呀多么素人 哎呀多么好 然后选后说 哎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 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假装政治素人的政治垃圾 北刹 收谎 陈姓 然后对女性极度的不尊重 他的竞选沉落 完全跳票 都大言而不惨 然后他这些文资团体说 哎呀你呢 难道要跟国民党一样 国民党可没有差啊 台湾很多文资团体 习惯当人家走狗 我在节目上真的讲很多次 很多人我认识 劳工团体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都是利盈的走狗 环保团体也是 文化团体妇女团体 通通是 平常哎呀对国民党都不满啊 都怎么样是 因为国民党马航九在执政 哎呀这个不满 那个不满 那最后呢 最后哎呀 通通投注到 蔡英文嘛 柯文哲嘛 郑文燦嘛 林家隆嘛 对不对 林家隆说这个不改 那个不改 台湾打不改 这个都不改 好 不改以后他要改什么 他要改个日本鸟鸡 他说这个可以当台中的新地标 他是日本人啊 真好笑 郑文燦呢 郑文燦呢 郑文燦有什么攻击 请大家上网嘛 死了几个消防员 他在那边赖 告诉大家 哎呀 各位现在我们这边死了四个人了 哎呀怎么样 哎你是市长耶 各位你选出来这些人荒谬不荒谬 林又昌在基隆当市长 哎呀大家讲哎呀都好 人家去放水灯 各位七月才够嘛 七月是基隆最最热闹 而且最应该 好好的 赚点光光财的时候嘛 对不对 老大公 七月嘛 农历七月 结果光光客气了 厕所不通 真好笑 连一个厕所都弄不好 那老外气得半死 记者怎么写 记者说哎呀这真丢脸丢到国外 跑到基隆 看到基隆的东西 既然丢脸可以丢到国外 因为一堆老外来 看到你连一个 流动厕所都是这样 流动厕所是怎么样 基隆最有名都是好吃庙口 台湾的庙口 我觉得基隆里面好吃的东西最多 你想到好吃的 再看到他的流动厕所里面流的那些东西 全部涌出来了 这种人 当市长 那每天讲好听的 我真的跟各位朋友讲 嫌疾 真的很重要 嫌疾可能你觉得爽不爽很重要 爽不爽 你嫌出来就是一个大骗子的市长 像柯文哲一样 每天袒误 赖剧钱 赖剧钱 自己公司经营的东岛西歪 来这边领高薪 柯文哲说 他董事长我把他降为总经理 笑死人了 我昨天在节目上讲 今天很多媒体就写 我昨天中午在节目上讲 他本来就是董事长兼总经理 他专领总经理的钱 领更多 为什么 因为总经理可以分红利 红利可以领两个月到三个月 他等于可以多领多少 可以多领七十万 钱也领也多 假装掉 他们有没有什么董事长或总经理 没有啊 他把空股公司的董事长找来捡 捡董事长 过去这些工作是一个人在做 叫联盛文 联盛文在耶和卡公司 没有赚钱之前 一毛钱都没有领 后来耶和卡公司赚钱了以后 他领半薪 结果柯文哲呢 柯文哲一上来 用两个人来做 然后现在 他死死的捍卫了代际钱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帮他养网金 养一堆走狗 这些走狗可以随便咬人 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思维就是这样 等一下回来我们讲其他相关话题 小董 看新闻 要看门道啊 做人要有是非 要懂得黑白啊 但是 我有时候看 很多朋友啊 他传真给我 清洁阿姨他常传给我 他说柯文哲的SOP就是赖 赖 赖中央赖前朝赖幕僚 赖中央赖前朝赖幕僚 赖清德呢 赖清德政绩 就是使台南的蚊子变多 登革乐 登革乐 变最强 然后在东推西推 现在很多人出来说 哎呀中央 接管台湾 怎样怎样 就讲东讲西 各位你们如果公道的话 过去台北市也发生SARS SARS比登革乐严重 到离谱吧 对不对 SARS是一个大家不知道的病毒 所以很多人就疏于防患 这种在全世界 少见啊 因为他可以靠灰沫传染 就是我们关在铜电梯 大家讲话就会传染 这种SARS是 过去没有嘛 所以死的人就多 因为你没有防悲 登革乐是大家都知道 就应该防悲 要扑灭蚊子嘛 都知道 过去SARS 连整个和平议院都封愿了 民进党那时候执政 有没有什么 支援啊 没有 他们每天骂马很久而已啊 SARS死死都老了 是啊 是传染病啊 疾病啊 疫病啊 怎么样 各位 你今天看那些人那种嘴脸 就知道 他们对国民党的地方政府 跟民党的地方政府 是不一样的 民进党的地方政府出的问题 就是 中央的马航九该负责 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出的问题 如果是民党执政 通通你自己负责 纳利峰在淹水一样啊 中央有说 我来支援你 我带多少 抽水机推土机来 没有 各位 台湾社会如果要再这么没有是非 那我们 那大家就放弃了吧 但是我们不放弃啊 小董不会放弃 各位听我节目的朋友 你也不会放弃嘛 你是非常鄙视 他是 地表最丑陋的政党 利盈 民进党 但是 我们 大家其实更应该团结 更应该努力啊 有个朋友 他传真 他他 听我节目 就觉得 非常感动 他说 像柯文哲 把这些险战工程再重用 包屁容忍掩护 他背后 可能有不可 告人的把柄 露在对方手上 譬如讲 可能收人家钱 或者拿人家的嫌疾 用什么嫌疾奥布 他怕这些人讲出来 这是第一种可能啊 第二种可能呢 他说 像AV女優 这个卡 一定有 其他的好处 但是 当然 我们还 就 就说 如果 使用这个卡 有百分之五十 十八岁以下的 人的话 他本来不知道 这个女星啊 他也不想去看A片 现在听到看到 想到知道 哎呀 知道有个波多也结衣 哎呀 我就去看他的A片 是 当然是啊 当然是要造成这个影响啊 我们这朋友 他想像 的没错啊 所以 他说 你可以看到 邪恶的媒体跟 无知无良的司法人啊 每天 包庇这个人啊 然后 有说 对民众来讲 我们 其实 大家就是要团结起来 哦 哦 板桥的 罗先生啊 他写这个 我真的 觉得心有戚戚烟 真的是 台北的周小姐 他他是泛男支持者 去年七合一 選舉 国民党大败 他写中冲炭 加入国民党 一缴党会缴十年 他 但是国民党哦 的支持者 都是 至少 是非黑白昏明的人 但是 为什么理智的重伤 因为 你没有人家那么无耻啊 台湾社会 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 有时候他看了 他很难够啊 他说 国民党也有很多政客是无耻的 而且又无胆 就扯后腿 的确是啊 各位朋友 我在节目上讲很多次啊 从马航九当前 美国民党 在立法院搞什么 反美国牛肉 记不记得 然后整个立法院瘫痪 民党带利 带税带去税 然後下來 红中秋案 太阳花案 黃柯杠案 我们这三年这样就过去了 国民党很多人 没有原则 没有中心思想 很多人批马 哇好高兴 媒体 因为媒体都垃圾嘛 台湾很多媒体 我就叫各位不要看 自由时报跟苹果牛肉 是绝对不要看的 三立 三立就是那个董事长 专门在逃漏税的 那种媒体 他有什么脸在那边 说三道四啊 叫他的董事长跟总经理 不要再逃漏税了好不好 逃漏税司法还包庇他 包庇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你看这种 看得令人摇头 对不对 年代一电视 民事 这些都不用看了 每个人都讲漂亮的 民事每次 哎呀 咱台湾人怎么 我看了那摇头 民事总经理的女儿 都嫁给大陆人 还每天讲 哎呀两岸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看 大家去查查看嘛 我从来不会因为说 你这个我就看不起你 可是你不要来那一套嘛 每天用这种东西去栽账别人 你看他那些争论性节目 哇这 对那种中国大陆无限的栽账 所有做不好都是他跟马航九 都是大陆跟马航九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自己啊 跑去大陆跑得比谁都快 很多人嘴巴讲漂亮的 但是真正做是一回事啊 我很早就讲 我说马航九闲了喔 我说接下来马航九不会再嫌疾的 他当两任总统他不会再嫌疾的嘛 我说你们这些人讲他的这些人 你们要嫌疾 你们把马航九 自己是国民党的 把马航九把他 踩到脚下 每天楼令他 然后哎呀媒体就吹捧你 哎呀你真好 你连马航九都敢骂 英雄了不起 结果呢马航九 马航九倒了 你也倒了你不知道吗 你以为你是英雄 嫌疾时候 嫌疾时候 那这媒体不会再吹捧你 你就是最烂的国民党的议员 你懂不懂 我很早就讲了 我很早就讲连战 连胜文 你们每天修理马航九 最后会怎么样 你们家的家臣 把马航九当一条狗来骂 当一个孙子来骂 我小董讲多少次了 讲多少年了 你选举时候 有办法吗 没办法你选举时候 你就是国民党 别人不会再把你当英雄 结果呢 天天漫马航九了 连战 乌波雄 你们的儿子都漏选了 就这么回事 多少立委 你们漫马航九多少年了 现在你要选举 你说哎我不稳 你不稳那怎么办 等一下我来我们讲 其他相关话题吧 欢迎回到灰带五川 我是董主持人小董 有时候看 很多人讲东讲西 都不晓得 台湾 其实我们的言论都自由 在言论自由 自由在哪里 在立营的人 立营的人 言论才自由 别人不能自由 行政院 行政院新闻集 行政院新闻集 我们 的张伟山 他只不够 支持中华兵狗 就被围剿 各位 对 立营的人 他们 才有言论自由啊 我前两天在节目上 在一个电视上 我说你看 台湾只有 立营的人 只有支持台独才有言论自由 你说我支持统一 我是政府官员 不行 中国时报今天 有一篇投书 这是我的朋友 叫胡文奇他写的 他说 张伟山哪里错 他是中华兵狗 政府官员 他支持中华兵狗 他支持中华文化 友和不对 各位友和不对 你当过兵吧 我当兵的时候 我当班长 我很多 过去的 金钟的朋友 现在都在听我节目 他们有时候会写信来 说听得真爽 是啊 我们当兵早餐 我们是入境 风云起山河洞 晚上唱什么呢 早上唱风云起山河洞 晚上 我爱中华 我爱中华 歌词什么 中华 中华 帝大物博 不是吗 凤凰旅游周报 不是说不一定 会怎么办 说不定 中华 词